好,時間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來到這次Level的議程 那今天我是Rekha 那今天我要講的內容是LevelPanet 然後怎麼使用LevelPanet來處理FeatureFacts的功能 那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我是誰 那我是在2014年的時候第一次接觸Level 那在這之前我是一個普通的 可以進來,普通的PHP工程師 然後,剛開始接觸Level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的Level還很不成熟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他 然後工作上我的前輩也教我還不是Level 然後我們就研究一下但沒有繼續的深入 一直到後面的工作 大概2017、2018年的時候吧 我就是再次接觸那時候的Level 然後覺得工作上很好用 然後我就一直投入進去研究 那在2019年的時候 我在差不多那一年的4月吧 就先講了一個PHPL Day 然後後面就是講了年會 講那個如何快速tracecode 然後2020年 跟應該今年會再講一次 就是LevelConf 然後在2022年的時候 因為一些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 我有到CoastCup或者是MacCon上來演講 這樣子 好,那今天我們大概會涵蓋這幾個主題 就是什麼是Feature Facts 在座有人已經知道Feature Facts是什麼的嗎 知道 知道 不知道 不清楚 好,沒問題 然後那個 再來我們會講Level的一個套件 叫LevelPenet 然後我們會講一些Feature Facts這個概念的一些優缺點 什麼是Feature Facts 因為有些人知道了 但還是有些人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稍微講一下 Feature Facts 其實 業界蠻多人實作 但我們這一次遵從 這是我們業界一個大佬 Martin Fowler 他的定義 Feature Facts 或者是他 在那時候他的博物格文章寫的 稱呼叫做Feature Toggling 就是我們可以快速的去 Deliver我們的Functionality 就快速的將功能給使用者 我們很快給出去 但是我們又很安全 為什麼 因為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為什麼我們會很安全的快速給出去 甚至 在之前有一個talk 應該是曾一峰大大 然後Ant給的 他說 他們可以Deploy on Friday Testing Production 就我可以在週五的時候做Deploy 然後我也可以在正式 在面對客戶的時候做測試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跟Feature Facts的功能 其實是有一點關聯性的 那 在這邊他雖然叫他Feature Toggles Toggles是開關的意思 但他 有時候我們也會稱他為Feature Facts 就是奇標 或者是Bits Feature Bits 位元 或Flippers 但在目前 比較多的實作上 都會用Feature Facts 因為Facts 引設了 他可以有不止一種的狀態 那比起我們的Toggles Bits或Flippers來講 他更有彈性 不再只是 我開啟一個功能 或關掉一個功能 那Feature Facts 他有四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Toggle 由於他在文中是用Toggle 所以我們就沿用他的稱呼 Toggle Points Toggle Router Config 跟Context 什麼是Toggle Point呢 在我們的程式裡面 我們要注入一些 切換的點 就是說 如果我們 符合某一個條件 例如說我們 以PHP的程式語言來講 歡迎請坐 那我們就 Use New Features 我們就使用了新功能 那如果不是 Use New Features 沒有打開 我們就維持使用舊功能 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 例如說我們想要一個 新功能要給客戶使用 可是我們不確定 客戶使用的感覺會是如何 或甚至我們的程式 有沒有正確的寫對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去進行一個部署 他進到正式站之後 客戶開始使用 那一開始我們的 Use New Features 把它打開的 我們設為True 那他就開始用新功能了 如果用了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 那我們就安心了 那如果用了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 將Use New Features 關掉 把它由True變False 那變成False之後 我們就會維持 繼續使用舊功能 所以這樣有什麼好處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 今天我們撰寫一個新功能 我們可以很快的撰寫 我們不需要經歷一個 大量的測試 我們才能夠交付給使用者 因為我們 可以先交付給使用者 使用者一使用 他就會有問題 那我們就趕快切掉 關回來 甚至我們可以在 禮拜五部署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敢在禮拜五部署 因為禮拜五部署的時候 如果出錯了 就是修到禮拜六 你就整個假日都毀掉了 對 但是 如果你用 那個Feature Facts Feature Toggle 這個概念 可以進來 這樣子的概念去設計的話 那 一旦禮拜五部署 出了問題 我們怎麼辦 就關掉啊 就把它關掉 那維持 我們的系統維持原樣 我只是這個 新的功能我還要再修到 下禮拜一或下禮拜二 這樣就好了 我們就不用擔心 禮拜五部署 或者是我們在正式站做測試 我們沒有完整 測試這件事情 會很嚴重的影響到我們的客戶 當然這還有其他的一些 那個 Business的一些 那個Logic要在 卡在裡面 這個我們 就 這次不在我們程式的範圍裡了 所以我們這次就不提到 如果有人想問的話 可以再提問 好 那TogglePoints 程式裡面 我們可以取得 Use new features 或者是 就 為True或False 但是我們要怎麼去切換它呢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ToggleRouter 這是一個架構面的東西了 我要一個Router 去決定我的TogglePoint狀態 就我一旦去 assess那TogglePoint 我要知道它True或False的話 他會真的去問一個Router說 欸 那現在Use new feature 到底是True還是False 那這個Router會決定 是True還是False 第三個 就我們要一個Config 去設定我們的Router 就我們 我們的那個Router 他要設定完之後 他總是要記得嘛 說欸我到底現在狀態是什麼 另一個就是 我們的Context 有一些狀態 像我剛剛講的是很 一個比較單純的案例 就是 一副 你去取得這個Point 那他就是True 要嘛全部的用戶 要嘛是True 或者是全部的用戶 要嘛是False 但是有一些狀況下我們 呃會覺得 我們需要更複雜的 一個機制 比方說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想到 除了 面對用戶 然後我們今天全部的用戶 就是 欸要嘛全部的用戶 都看得到這個功能 要嘛全部的用戶 都看不到這個功能以外 我們還有什麼狀況 是我們需要更複雜的 蛤 AB test 說得很好 對那 你可以說說看AB test 是什麼嗎 對 對 類似這樣 AB test 就是 呃我們可能 我們想要測試這個功能 新功能 或呃是 對使用者的 使用感覺是怎麼樣 或者是 甚至我有兩個功能 欸我有兩個logo 我想要看看哪一個新logo 使用者反應是比較良好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AB test 我們將使用者導入之後 一部分使用者導向A功能 一部分使用者導向B功能 最後再問說 欸你覺得我們怎麼樣 做一個數據的統計 所以像這樣子 我們就我們的router 就試並要知道 我引進來的使用者是 呃我要把導向A功能 那另一批使用者 我們把導向B功能 因為這樣才能做出我們的AB test 不然 就使用者進來 然後很random的A或B功能 那我們就不知道 最後我們也不知道 我分配什麼功能給他 我就沒有辦法做後續的分析與統計 那因此像這樣子的狀況下 那我們的context 就必須要 呃有一個對使用者的區分 比方說我們可能做地區 或者是我想要亂數一點 我就欸那我拿使用者ID 激素把導向A 偶數導向B 這種類似的做法 嗯然後或者是呃 甚至還可以根據header判定使用者 他的玩法是這樣 就是說 我今天有一個功能 我還在很早期的實驗階段 那我想要讓他去 呃使用了實驗的時候 我不要那麼多人受到影響 怎麼辦 我把導進來 然後我根據header去判定 特定的使用者 我先對所有公司內的員工做測試 欸這是可以的啊 就是欸我所有公司內員工 登入我的網站 正式站的時候 我們都帶特定的header 因此所有這些 那他們這個員工都會看到新的功能 那全公司員工測過之後 我再釋放出去對正式的使用者 讓他們來使用看看 或特定地區 像有些人會發現 欸那個以前的Facebook 他的logo曾經做過這個實驗 就是東南亞地區看到的是東半球 然後那個歐亞人 那個歐洲那一邊看到的是西半球 那看到不一樣的logo 那這就根據不同地區來判斷 那還有很多花樣可以玩 大家可以實驗看看 因此我們把它統整起來 所以featureflex最後 它的樣式會長這樣 就是我們的程式碼 沒錯 程式碼它會包含一些togglepoint 或featurepoint 那最後featurepoint的true or false 或它目前的狀態為何 會去問一個router 然後router呢 會根據我們所輸入的config的設定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使用者的context context包含了它的header在哪 它的地區在哪 我們怎麼判斷地區 我們就可以用header裡面的IP 或者是根據使用者的 他當初註冊時所登記的location等等的 來進行一個我們的context的判斷 這就是我們featureflex完整的一個設計 好 那講完了這一個程式的架構之後 Level 以前的Level 它是有一些featureflex的套件 那由於Level非常aggressive 很多東西他們只要看到好的 他們就變成官方套件 完全不管別人死活 所以就是Level呢 他們就出了一個自己的featureflex的套件 叫做pannet 那pannet的安裝非常簡單 就跟大多數有在寫p... 在座有寫php的嗎 有 有 不是寫php的嗎 不是寫php的 然後 兩邊都沒有舉手的是 都沒有寫程式的嗎 就是 還是 今天手比較累 不想舉起來 就想靜靜的聽 好 那個 如果寫php的應該就很熟悉 上面這個前兩個流程應該就非常熟悉了 就是我們用composer require 那pannet還有一個特性 因為它的context 需要用到 User的一些資料 所以 你要先require level breeze level breeze呢 是一個 level對使用者的操作所需的一個套件 你先require它之後 然後再來就是level require pennant 將這個套件 輸入進來 之後 我們第三個 有些人可能比較不熟 就是 所有的 level套件 他在運作起來的時候 他需要 一個service provider 那 他背後的運作原理 我們可以不用很理解 但 我們只要 輸入這串指令 就是 告訴level 我有一個 那個 pannet的service provider要使用 那最後第四步 為什麼特別打一個底線 有些人可能會疑惑 為什麼要做 migrate呢 migrate不是資料庫的一個 結構嗎 蠻奇怪的 為什麼 我們剛剛在上面 前面講到的時候 我們講到point 講到router 都沒有講到 資料庫啊 為什麼我們需要做一個migrate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 其實我們可以先看 在 level 他使用的方式是這樣 我們先去 define 我們要的feature 然後我在 那個 service provider 就是整個app 起來的時候 我們先去定義一個feature 然後我們說 這個feature 什麼樣的狀況下 他會是true的 什麼樣的狀況下 他會是false的 在這一邊 我們定義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 在城市內 我們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去宣告 欸 我問你這個feature 是active或nonactive的 如果是active的話 我們就走 新的API response 如果是nonactive的話 我們就走 舊的API response 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 很快速的撰寫 就不用像我們剛剛 欸 那我寫this this use new API 之類的話 那我勢必還要在 那個 use new API 我要寫一段程式 那這段程式 可能要透過某種方式 來做判斷 等等的 那這邊呢 level panel幫你把 那些事情都做完了 所以 我們只要在 active provider的時候寫 呃 定義出 我們的那個 那個 new API 什麼時候為true 什麼時候為false 然後在我們實際使用的時候 我們告訴他 什麼樣的user 我要把它走 new API 什麼樣我們走 old API 就可以了 那剛剛為什麼要 db migration 因為 neural panel 它預設的時候 它是走 database 去設計的 設置 所以這什麼好處 以前如果我們走 呃 在我們嘗試做feature flags的時候 有些人會習慣 欸 思考 欸 它叫它叫config 那我是用一個config檔 來做設置 這有什麼缺點 如果我今天 我確實要關掉那個 呃 關掉那一個資料 我要做什麼 我要去後 我要進後台 改config檔 對 那我可能就要再做一次上版的動作 那其實還蠻麻煩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 呃 level panel它想到這件事 所以我們的 預設就是 走 那個database 所以我今天我要關掉這個功能 我就去後台 的資料庫 做一次資料的規正 將true為原本為true的資料改成false 我的功能就關掉了 遠比 我還要寫code上版 還要送pr 然後pr還要approve 等等的一個流程快多了 好 喔 這個就是它 呃 database的一個結構 那應該還蠻 我個人認為應該還蠻好理解的 第一個是id嘛 第二個就是你對應的feature的name 第三個 就是scope可能大家會有點疑惑 欸為什麼有一個level null的scope 然後appuser1 這個是 呃他在 讀取我們剛剛在 serviceproviderboot的時候 他這一邊會 去讀取你的user 然後 根據你user的結構 欸什麼樣的user 會被你定義為internal team member 會去跑程式 跑完程式之後 他在這邊會記得 你的 程式 你的這個使用者 在你那一段程式 會是被設定為true或false的 那後面creative update 就是 lerival的資料 建立起來的一個結構 那邊 在這邊不是那麼重要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定義 如果今天我們要特別改一個user 的 有沒有辦法看到這個功能 我們也是一樣 進到database 調整一下 我們程式就好了 所以它就變得非常的 呃算非常容易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featureflex 的各種好處跟優點了 甚至 在我剛剛講的範例裡面 可能大家已經想到 欸 既然我們可以 做 用featureflex來做abtest 我可以用它來 避免我上版的困難 那我這邊 我命名叫它newapi 跟legacyapi 我可不可以利用它來做 重構 可以 因為我今天 有一個功能 原本A功能 我寫的 喔看起來很legacy 很醜陋 那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寫了一個 我要重構它 我直接改 我又怕把它改壞 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寫一個新的API 一樣的一包 code 那只是 我可能把它挪到 不一樣的class 把它扭到一個new class 那原本舊的 留在legacy class 那我今天 把一部分的使用者 打到new class去運作 如果他們回報 欸 以前我使用這一段程式的時候 行為是這樣 那我為什麼 行為變了 那就代表你new class寫壞了嗎 那我們就在 慢慢的修改new class 但影響的使用者 不會是全部的使用者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結構 我可以慢慢的慢慢的 把legacy的所有功能 全部實作出來 等到你實作完了 我再把這個feature flag 全部的用戶 都導到new API 就好了 那既然它有這麼多好處 那還有什麼缺點 結果剛剛講完了 不知道各位 想像一下在工作中 實作如果我們這樣使用 有沒有想到什麼 會導致什麼程式碼 一些問題 請說 對 這個套件 沒錯 就是你剛剛講的很好 就是如果我們用這樣子 feature flags的方式 去寫我們的程式的話 由於它走到那裡 它就要判斷嘛 判斷它就去問資料庫 它就有一個連線時間 所以它其實會導致 我們程式的一些delay 說得很好 對 然後 這是它的一個缺點 還有嗎 對 沒錯 所以 講得很好 然後 就像feature flags 如果我每一次部署 我們現在走一個policy 我們每次部署 我都要走 我都要加feature flags 然後全部的人用過 沒有問題之後 我再切回來 那下一次 我每一次都部署 我的code 就一直都有兩份嘛 就很麻煩 所以我是不是又要排時間去 清特定的那個 版本呢 沒錯 它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 它可以減少 合併的衝突 因為每一次你在做的 大多數都是在加功能 而不是在改功能 第二個 你可以快速修正錯誤 反正你修正錯誤 改我改壞了 不外乎就是 呃 調一個那個flag 把它關掉就好 它有什麼缺點 第一個 它提高了我們的複雜度 就 像剛剛後面的那個聽眾講的 就是 它導致了我的連線會變得慢 這是一個沒錯的點 第二個 它 像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欸 對啊我每份code都變兩份了 那到時候 如果我確定這份code不要用了 就全部的user都導到new feature去了 我還得再 上一版 再把我的negacy feature清掉 確實 沒錯 這個都是它的缺點 還有下面一個缺點是 它其實安全性也是蠻複雜的 這是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當初在聽Facebook的那個developer 他說他去 然後他第一個 他第一次上版 就直接把Facebook打掛了 大震驚 為什麼 因為 他第一次上版的時候 他不知道Facebook的整個流程 跟那時候Facebook是如何使用Facebook的 所以他 改壞了他的config 然後他config一改壞之後 就是 全部人可以看到全部internet server user 看到的功能 然後就全球大混亂 然後當然這個其實背後有很多的policy啊 就是他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說 你看即便他做了一個 直接讓Facebook在全球打當機的事件 那他的主管也不是就責於他 他主管說 那也很感謝你 因為你這樣的一個操作 我們才發現 那我的 我應該怎麼去做才能保障我的安全性 像我剛剛講的嘛 沒錯 你要開一個功能關一個功能 就只是在database改一個true and false的問題 可是 如果我 允許我所有的use 所有的developer都可以在我的後台改 那我的程式就一定大爆炸嘛 甚至如果我允許 一個 一個developer 可以穿到那張table 那那張table清空之後 很可怕對不對 想想就覺得 哇不得了 那張table會清空所有的功能 到底是全上還是全部不上呢 我都不知道 對啊 這就是 你嘗試在你的codebase導入featurefax的時候 你要思考的問題 我的程式碼有沒有必要去提高它的複雜度 那有沒有必 我有沒有必要 去 為了 前面那些好處去降低我的安全性 那如果降低了 我有沒有一些 對應的措施 來提高我的安全性 所以 這邊 剛剛 其實問得很好 就是說 我們 一直都有兩份 那我要怎麼辦 那在 那個 Martin Fowler他的 部落格裡 特別有提到這件事 為了要控制 你的團隊 程式碼裡面的featurefax要 還能夠管理 因為 各位可以想像嘛 隨著我 那個code 越來越legacy 裡面的 那個featurefax可能從 一個 十個 一百個 逐步逐步 如果它變到一千個一萬個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辦法管理了 就已經 太混亂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把它 變可管理呢 我們要定 呃 定期或者是 固定的去 移除掉 我們的featurefax 那這個做法 每個團隊就不一定一致 有一些人會定 呃 好 我們的程式碼 裡面 不可以超過 一定數量的featurefax 我們用數量控制 就是說 如果當你已經 例如說我們說五百個 那當你加五百零一個的時候 你就要負責去找 前面的featurefax 把不用的刪掉 這是一個做法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時間 就是說 呃 我如果 在每一個 season 或者是我們每半年度 我們盤點完我們所有的featurefax 還在實驗的 我們就留下來 但已經沒有在實驗的 我們要全部清掉 每半年做一次這個動作 當然它會花你一些工程開發的時間 但 呃就是你如果要享受featurefax有帶來的好處 你就得勢必去花這一些成本 喔 這就是剛剛我講的 那甚至 呃 他們會將 有些團隊他甚至會將 呃我要移除掉哪一些toggle 把它放進這backlog 也就是你自己都記得 喔 我的backlog裡面已經有那麼多 要移除掉 我的那個featurefax的這個工作了 所以我什麼時候要做 就會進入你工作的排程項目 把它視為一個 像是做新feature或者是改bug 這樣一個正式的項目來看待 喔 然後這個是 還有一個做法 這個我剛剛忘記講 就是說 我每一個toggle我都放 expiration date 就我每一個toggle我寫的時候 例如說 欸 這個實驗我要做abtest 那我做到什麼時候 我做一年 我就不再做了 這也是個方法 所以哪一個方法 試用自己的團隊 就要看 呃各位內部的討論 然後跟大家 就是團隊成員 比較喜歡的一個做法 好 現在差不多 我們趕快做一個總結 那feature toggle 或featurefax 它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 程式的togglepoint 還記得togglepoint是什麼嗎 我們講的很快 就是呃 我們在程式裡面要寫 判斷 什麼時候走新功能 什麼時候走舊功能的 一個程式碼 然後再來是router 就是這個togglepoint 會去問router 那目前 你設定上 到底具體來說是 呃 true還是false 那router要怎麼知道 是true還是false呢 像剛剛我們在double 看到範例 它透過config 跟一些context 在levelpanel裡面 它的context就是 user的id 那它是用自串做的 這樣子來進行一個判斷 然後levelpanel的使用方法 基本上就是 呃 引用levelbreeze 因為它才會有user的相對應套件 然後 引入panet 然後我們publish 它的serviceprovider 最後做一個database migration 因為我需要那一張 判斷用的table 好 大概今天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差不多 然後最後宣傳一下 那個 8月18 8月19 是levelandview的那個年會 然後 呃 有另一位獎者 他會去分享 levelpanel的 的一個工作坊 會大家會實際上手操作一下 那我也會去 但是我那天不是講這個主題 這樣子 所以 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報名一下 那個level年會 好 你們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請說 可以 他可以替換driver 但 就如果剛剛所說的 就是要謹慎 因為 過去我們在寫的時候 確實就有人 欸 那既然他叫conv 我們就全部寫emv 然後之後再切換的時候 非常痛苦 要 要自己判斷一下 要注意怎麼做 這樣子 請說 想問就是 如果說我們今天 這個feature flag 是取決於 呃 user有沒有購買 這個購物 那 我還適合這個套件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就是在我們剛剛的 這一邊 這是我們定義這個 user的這個功能嗎 那我把它寫進來 然後我就說 欸 我判斷這個user 有沒有購買 那我可能是根據這個user的 某一個資料庫的結構 或某一個 某個欄位 然後來判斷他們購買 那 這樣子就可以去達成這個功能 但是還有什麼缺點 因為 有沒有購買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邏輯 所以 如果你 一直把它寫的 那這個flag是永遠不會關掉了 對 所以你要考慮一下 就是 你如果要把它視為一個長期邏輯 那會不會其實它根本就是一個 你不會關掉的東西 因為 你這麼做之後 那我後台 true e guy false 你就可以說 user都可以使用你 要付費的功能了 你也可以這麼做 但 你要考慮一下 怎麼做會更好 我想問一下 剛剛應該有提到 就是關於testing的部分 說就是 在使用這個好件的情況下 它在去設計 有個EB開始 或是有個 Test的時候 沒有什麼 比較好多 因為不知道要對 不一樣的版本 但是又要定屬 就是要一件 有條件 沒錯 Testing的成本一樣會變高 就是 例如說 我 那個 Legacy Code我要加Testing 那New Code進來 我也要加Testing 所以我兩份 Testing的Code 一樣 程式碼又複雜上去 甚至你在寫的時候 欸 那我在Testing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 這個 因為我 實驗的這個User 他是走 New API還是 All API 然後他會發生什麼事 這一段Testing要不要寫 要寫 怎麼寫 都會提高你的難度 所以這一段也確實 就是 呃 All in all 他會包在我們剛剛講的 引用Future Flags 會讓你的程式碼 變複雜這件事情 所以他要怎麼 呃 改善 或者是你可能評判一下 欸如果我引用Future Flags 他帶來那些好處 可是我程式碼變那麼複雜 值不值得 我手邊有沒有足夠的人力 做這件事情 這都是需要判斷的 想要問就是 呃 如果他牽涉到DB schema裡面的話 我要怎麼去管理 新舊的API 會不會對到什麼 呃 我要怎麼管理 新舊的API 都對應到同樣的DB 呃 我有點不太懂的意思 因為他其實只影響 一張表啦 就是 呃 呃 會開了一張新表 例如說 這個 訂單 OK 那訂單車表他 多加一種範圍 對 哦 如果你用 這個 的話 嗯 有 有不同做法 第一個是 呃我的 走Legacy 例如說 Legacy 他有六個欄位 那我的New Feature 會有 呃 我多加兩個欄位 那 你可以做 那Legacy Feature 我就 把那個功能在程式碼裡面關掉 讓他看不到那兩個欄位 這是一種做法 另一種做法 比較 呃 資源會比較浩劫 但 程式碼會乾淨很多 我New Feature跟Legacy Feature 開兩張table 就一張是 六個欄位 一張八個欄位 而且之後我在 減欄位的時候 我不會出問題 對 那等到時候到了 我發現Legacy Feature 又完全用不到了 我就把 整張表 就Legacy Feature 對應的那張表 刪掉就好了 這也是一種做法 好 如果 沒有的話 因為世界差不多了 如果還有問題想問的話 我會在那個 JVM的攤位上 對 不好意思 為什麼我在JVM的攤位上 因為我同時也有在 推廣Colin這個程式語言 那 我會在JVM攤位上 或者也可以到Legacy Feature 攤位上 他們的人會找到我 我們可以來聊一聊 好 那就感謝大家 謝謝